台湾市政府直接来推动 辅助的福利和观疫 趁近在在地辅助的福利福部 直接来推动辅助的福利福利中馆 营充搭着辅助的辅助的福利福利福利中心 总算是来与白客用 这也是客博地区 投资辅助的福利福利中心 这几年因为新北宾馆 辅助的观疫也接着受到重视 台湾市政府直接推动辅助的福利福利中馆 营充在新阳南营充助的福利福利福利中心 在设合市政府委币也是人现场参加职办医生 当时这也是客博地区 辅助的福利福利福利中心 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是亲子优优馆 而且使用率很高 在台南市的各个亲子优优馆里面 新营亲子优优馆算是指标性的一个优优馆之一 但是为了让优优馆的使用 实时坦白讲 能够有更多更多团体能够一起来分享 这样子好的一个设施 我们特别成立了台南市第二个男婴妇女服务中心 第一个在哪里 在市府隔壁那个社福中心 所以说这个是西北的妇女服务 福利服务的重镇 因为有这种男婴妇女服务中心的新立 亲子优优馆的使用空间 妇女 妇跟妇本来就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妈妈可以带着孩子来这边亲子优优馆 妈妈也可以参加成长团体的课程 事实上是一减几狗的好事 好的机会 好的设施 我们在每个月的活动当中呢 其实还蛮缺场地的 那刚好这个今天我们接牌了 等于是造福了我们这些西北地区的这些妇女 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医学的讲座 或者是亲子关系的讲座 或者是一些可能手作的 手工艺方面的这些讲座 其实都可以用在这个很棒的一个场地 它有冷气 有电梯 而且有座椅 也有一些POPPOINT的设备 不管是硬体方面或者是软体方面 我觉得都是对西北地区的妇女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福音 企伙第一岁的福路好力中心是特性的 市府未来也有个月在其他地区来立立 在受报告经费 让务情的朋友可以更加介意来这 让企伙的福路也能享受政府提供的资源给母 接着就会国博艺信仰区彩虹报道 接着就会国博艺信仰区彩虹 接着就会国博艺信仰区彩虹 接着就会国博艺信仰区彩虹